為了美國新宿來的館主民組織在在過年這段時間 給大王過後重視又健康 新宿公司貪到台北館組織都放到 回到過鄉過年的這段時間 來基盤贏春杯的白球跟拿球比賽 國伯樂的組織都全家大學有參加 比賽也特別,政策好看 由新宿公司主辦的贏春杯球的競賽 正過契衫、契衫、在地利川慎大展規 將來每一個館主民部落都在參加 除了九館,很多組織都帶到全家大學 正來加油,中美是最多慎大 這只有籃球、排球 整個球員的人數 打到641個運動員 所以說整個在過年期間 我們這樣做一個活動 除了交流一個平台之外 也是做一個健身強國的行動 因為在過年期間 其實我們原住民沒有過農曆年 不但是球員來 所有的親朋還有 無論是在外面上班上課的 全部動員 所以舉辦這個活動是非常有意義的 打球是新鮮鄉部落相當受歡迎的休憩活動 尤其白球可以說是專門運動 很多七八十幾部落大人 然後打白球來維持身體健康 而且為了增加處理性 新鮮鄉做創策 像白球的策劃 好早期是剛才爬路慶祝 我們新鮮鄉是獨創 獨一無二的一個球類排球活動 那是它一次兩個球的一個競賽 這個在我想在全世界來講 大概也是這個新鮮 才有這樣的一個遊戲 它除了氣味之外 也可以培養你的一些敏銳度 協調的一個身體的功能 還有眼睛的好壞 因為它同時兩個球的話 你要同時來處理不太容易 但是也達到它運動娛樂的效果 因為這個比賽 完全是於娛樂為目標 原則上也是要健康 我們每一個部落的每一個人 這個是我們辦這個雲春盃 最主要的目的 兩天就在比賽後 最後由新鮮部落包辦白球 南豬四周的冠軍中間和中盃 創下新鮮的優先紀錄 贏春部的球賽 也靠到運動和關卡比賽 因為國部落造成 好想電路感染的好機會 記得金鮮採訪報道 好 嚴重 好 照顏